哈囉 保護角不見 對啊 你看幹嘛這麼好看 怎麼在幹嘛這麼好看 你知道油漆店裡面有賣什麼東西嗎 我跟你說 我們家只要講得出來的 我們都可以買得到 即使我們裡面沒有鮮貨 我也可以幫你釣得到 我們是油漆界的大碼店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今天的主題就是 油漆到底怎麼買 所以今天我們會跟大家介紹 如何從居家的水泥漆 乳膠漆 甚至到工業的烤漆 噴漆 甚至二度底漆 那你需要怎麼樣跟老闆溝通 跟什麼樣的介紹 好 說到油漆的術語 那所謂的一組呢 它在台灣的大街小巷都非常的廣用 比如說去買大廠包小廠 陶貝會不會幾週 如果你今天去遊戲行 買要二次加工的硬化劑的話 那就說我要幾週 那如果今天你要買核心底漆 會不會幾週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幾週咧 好比你到工地的時候 後面幾週 它就拿阿比跟莎莎拿出來給你 首先一開始的一組呢 就是我們常常會用到二次底漆 或者是有硬化劑的 好比說汽車浮土啊 好比說精油啊 或者是它今天是一個 合金底漆啊 這種有需要主劑加上硬化劑 或加上催化劑的東西 我們都稱為幾週 就一組 講的第二個單位呢 就是一家 一家意思就是一家輪 一家輪就是大家所形容的 3785公克 CC啦 那美國的一家是5公升 但台灣的一家也是4公升 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歡迎大家來幫我們解答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稱呼的一粒 就是一粒 就是其實就是一公升的意思 所以今天如果跟莎莎說 老闆我要一粒 那他就會拿出一粒起來 那第四種稱呼就是一桶 但是一桶它非常大哦 你不要以為一桶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一小桶 一桶其實是純布在油漆裡面 使用單位最大容量的一個 通常一桶其實它加起來 大約是五家輪 隨堂討題 休眠今天六十公斤 他去油漆店 買兩家的口餐 一湯的水冷餐 和五六的茶餐 請問他今天晚上吃什麼 不是請問他都重新加八公斤 好的 現在你有了榮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分為家庭組跟工業組 通常大家一般會使用到的就是 水泥漆跟乳藥漆 它這兩個東西 它價錢其實大概差三到四倍 水泥漆比較便宜 那乳藥漆比較貴 但當然乳藥漆貴很貴 它的原因保護性比較強 它的持久度也會比較好 那它的色澤就有一點 揉絲揉絲的那種感覺 你到油漆店 你要做居家的塗裝的話 你就看到這個東西 來 我們打開來看 它有非常多的顏色對不對 那它們都可以選擇用電腦調漆 你可以看到你裡面的漆是什麼顏色 好 比如說我要挑到這個 那你就可以按下它的編號 然後就可以用電腦去調漆了 給大家一個很大的方向好了 油漆這種東西非常的主觀 如果今天你想要房間看起來大一點 那你就挑亮一點的顏色 如果你的房間很大 你想要它沉一點 你就挑暗一點的顏色 你的房間什麼顏色 我的房間 青色 如果你今天你要塗的是明度比較高的油漆 因為它就要塗非常多層 通常顏色越淺的比較會越難塗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 你可以再買一個深的顏色去當打底 跟烤漆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這個東西 就會讓大家比較容易錯亂的東西 像水泥漆跟乳膠漆 很簡單就加水就可以了 不管今天你要兩個調色 還是你要把它調稀薄 就只要水 但是你在油漆上 你會看到另外幾樣東西 首先是香蕉水 甲本 再來是鬆香水 這三種 這三種是很常見 但是你又不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要加什麼東西的水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告訴大家 那首先我們先跟大家介紹 最常見的杏辣 就是香蕉水 它有分成玻璃瓶裝 鐵殼裝 跟整桶的鐵殼裝 其實我個人非常不推薦大家買那個一小瓶 不過一瓶 那個真的非常的貴 你用它裡面的吸吸素去串算的話 你就會知道那個貴飽了 很燙很燙 香蕉水它通常會用在 二度底漆啊 汽車烤漆啊 或者是噴漆啊 或者是一些PU的優力漆啊 這個東西都是香蕉水它還在用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身上 不小心被漸到了 尤其就洗不掉了 如果你是不是還是手上的話 有些人會拿香蕉水去塗 不過香蕉水它其實非常的利 它有時候會灼傷皮膚啦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不建議你可能寧願用甲本啊 然後除完之後趕快去洗手 那這樣子對皮膚比較好 所以之前有一個小學徒 他的臉不然在噴到的 他自己就gay啊 然後拿了香蕉水然後去擦臉 我跟你講痛整個晚上不要水 所以告訴大家就是保護塑食很重要 就護目鏡啊 還是你的口罩啊這些都要帶 當然也有很多人說 香蕉水它也可以套啊 甲本它也可以套啊 那為什麼會有差異呢 因為其實香蕉水它本身的強度最強 底下第一層漆你是用香蕉水塗的 第二層是用甲本覆蓋 那就還好 那如果今天你的第一層是甲本 調出來的烤漆 你第二層的漆呢 上去是用香蕉水附著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尬掉下面的這個漆 會比較造成你漆面的損害 OK那第三種松香水 松香水如果今天你是使用護目漆 或者你是使用調和漆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松香水 來調適它的濃度跟它的稀度 這時候千萬不要用香蕉水 因為它可能會傷到你要用東西的本體 好的 所以總結來說 甲本它通常是用在 油性的水泥漆 注意聽喔 油性的水泥漆 松香水呢 它就是用在油性的油漆 那第三種香蕉水呢 香蕉水它通常 除了剛剛講的那些漆面會使用到之外 製作FRP、玻璃纖維 這一類的東西 工業上比較搶性的東西會使用到 那玻璃纖維我們之後頻道也會教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小鈴鐺 那你就會被通知囉 如果今天你是要做汽車烤漆 模型的塗裝啊 還是你要做一些有的沒有東西的上色 你到了油漆的專門店 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色票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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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號有分非常多種 這麼長 那每一個上面呢 它都會有它的型號 跟它的後面有一個小小的一些 亂七八糟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到底要怎麼看 來 各位小朋友 我來教你們看色卡 這個呢每個色卡前面都會有一個號碼 9028 9027 然後這個往上9030 如果今天你要調這個顏色的7 就是9027比上9011 9011在哪裡呢? 這個9011 9011 加上9027 比例是9比1啊 喔9比1喔 9比1啊 9比1這個 好 所以你要調這個就是9027加9033 9比1 所以它色卡的後面這個數字都是比1 所以它這個色卡除了是讓你看顏色之外 它後面的每一個數字跟每一個比例 它也是在幫助你怎麼去調整出這些7的顏色 色卡如果你跟遊戲行的阿姨關係好的話 它就會送你一個喔 你如果去遊戲行你要記得你要懂得你的術語 懂得你要用什麼樣的調伯計來調合你的7 第三種就是你要告訴他你要什麼樣的型號 甚至你要講出色卡上面的比例跟可愛的阿姨們 買你要的油漆跟你要的配件 油漆行它到底還能夠買到什麼東西呢 其實通常你如果去油漆行 你可以跟他說 老闆我要小樂狗給你套絲襪 這是很正常的 油漆的專門店裡面 小樂狗它其實就是一種小滾桶 就是大家在滾牆壁的那種抓具組 那為什麼要油漆行買到絲襪呢 絲襪它在噴烤漆的時候 它是拿在過濾雜質 甚至在過濾一些髒東西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喜歡DIY的人 你就可以用我們上述的方式 按照你所需要的東西到油漆專門店去買 因為專門店通常是最便宜的 你是一個很想要塗裝很多東西 或者是你今天很想要換上家裡的顏色 你卻沒有時間 或者是你根本也不會用的話 你可以去哪邊找人呢 就是油漆行 因為通常到油漆專門店的人 都是一些每天靠著油漆工作的老師傅們 找一間就是有可愛歐巴桑的遊戲行 然後去跟他們講就說 你有沒有介紹什麼樣的不錯的師傅 或者是素質比較好的人 然後來換我家裡換換顏色之類的 你也找了師傅來工作了 或者是你要自己粉刷了 或者是你去材料商買材料了呢 你要怎麼樣分辨油漆的屬性跟它的光澤呢 通常這一般你如果講黑色 什麼都沒有寫的 它就是亮面黑色 就亮光黑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去買一台汽車 上面是黑色的烤漆 它就是黑色有鏡面的 你如果不要它有上面一層精油的話 那你就可以買消光黑或平光黑 消光平光其實它稍微又有差異 但每一間廠商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它就是看起來不會反光的黑色 所以不管什麼樣的顏色 都有亮光跟平光 或者是亮光跟消光 它是有差異的 所以今天你在上一個顏色 或者是你要告訴師傅說 我這邊我要上什麼顏色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告訴他型號之外 那你也可以告訴他說 我要用亮光的 還是我要用消光的 我坐在台中 那個師傅在花蓮 我們用電話說 那麼你幫我上紅色好了 我告訴各位 紅色有上千種紅色 甚至上萬種紅色 到底哪一個紅色是你要的紅色呢 比如說我要用Pantone 328C中國信託綠 那在花蓮的那個師傅呢 他就可以照著不管什麼樣的牌子 反正你就調到Pantone 328C的這個顏色 去做核對 這個時候兩邊都沒有爭議 所以第三方攻陷的 都以它為主 那大家去配合這個顏色 去調整出你想要的東西 跟它要調出的顏色 好的 那最後呢 大家有了基本的概念之後 其實現在的油漆技術 非常非常的厲害 你都可以在很多的外面看到 它有仿視漆這個東西 什麼叫仿視漆呢 比如說油漆它能夠畫出像大理石一樣 它能夠畫出像木尾一樣 它能畫出像水泥一樣的漆面 那這東西它其實都是假的 它都是暫時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在之後操作房間的時候 會再示範給大家看 怎麼樣做出大理石紋 怎麼樣做出木頭紋 那用油漆的方式 好的 那最後的最後啦 還是跟大家講 請他要保護好你自己 因為曾經在我的工作的生命當中 就有一個師傅他因為在地下室 他沒有戴好防護措施 在密閉的空間 操作有杏辣的容器 然後最後就上天堂了 所以這件事情要告訴大家 不管你今天在操作所有的 噴漆或塗料的時候 請你在通風的環境下 再來第二個 就是請你配戴安全措施 就是安全規格的防塗面罩 因為這個東西對你的肺部很好 也會對你的家人好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超認真少年的 油漆概念教學 但如果你有什麼樣相關油漆的問題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會足以幫你解答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然後讓我們的頻道能夠 越拍越好、越拍越久 就這樣子囉 下次再見 拜拜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還在我剛入行的時候 它好像是它的末代 就是在以前的油漆桶裡面 它會放10塊錢 那這個10塊錢 它其實有一個傳說 就是說是讓那些烤漆師傅 然後噴漆師傅 還是油漆工 讓他們去今天把它整個桶用完了之後 拿這個10塊錢可以拿去買飲料 買牛奶解毒 傳說中喝牛奶可以解毒 就是解噴漆的毒 不過我還是建議大家好好好的買一個口罩